太子兄弟不和 你不但不调停 还处处地挑唆 今天小姑子挨打 你无动于衷 你就是这样管这个东宫的吗 到底怎么回事 他抗令 我问的是太子 而邀请梁王来东宫做客 允许梁王差遣东宫的禁军 圣楚令违抗梁王的命令 就等于违抗儿的命令 启禀皇后 梁王命我们用真刀真枪 对打 为其取乐 圣楚令 发现我已经受伤 所以才不肯继续 快先送圣楚令回去医治 身为禁军 抗令就是大罪 没有借口 恳请阿娘 严惩圣楚令 皇后 梁王是做事不妥 可是禁军抗令 不能轻疏 圣楚令没有做错 孔子曰 其身正 不令而从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梁王其身不正 下达的是乱名 伤人教会在前 圣楚令不从 无可厚非 傅思言 你这个偏心眼 可偏到嘎吱窝里 皇后 梁王回去 闭门思过三天 我 你看侍卫流血取乐 你就不觉得作孽吗 有朝一日 陛下必定会召你 问其此事 你还不快回去 太子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做一个好太子 可是我的腿缺了 大臣们都在忘义我这足迹 韩王也听之认之 儿臣拿大臣们没办法 阿娘也说了一句韩王没错 儿拿韩王也没办法 所以我只能待在这个东宫里 鹤梁王 娶娶乐 可我连自己的侍卫 都差遣不了 太子 阿娘 儿的腿有些不舒服 恕而无礼 先请告退 太子秦 你总觉得阿娘偏心寒王 你是真不了解阿娘的心哪 阿娘 但愿你还念在骨肉之情的份上 如果有一天 心怀不轨的人要加害于我 恳请阿娘为儿说一句话 给儿儿留个活 儿就心满意做 儿妻告退 你留下 危险 新南北鞭打 你做嫂子的在一旁看热闹吗 儿妻想劝来着 但是 那日 太子跟忌人交往 你让孙潭把事情闹到殿前 太子兄弟不合 兄妹不亲 你不但不调停 还处处地挑唆 今天小姑子挨打 你无动于衷 你就是这样管这个东宫的吗 儿妻没用 你不是没用 是不想管 傅子言 告诉她 做妻子的不休口德 让夫君施爱于父 兄弟不合 兄妹不亲 该怎么处之 皇后 问你 你就说 妻子离间夫家亲人 口多言 暗律当废 万年开恩 万年开恩 儿妻不敢了 从今日起 你如果再有半点差错 本宫就让你顶着天底下最大的羞辱 离开东宫 皇后您看 今年雨水充足 百姓可又服了 是啊 皇后对于太子妃 似乎过于苛责了 你们有什么事 侮训爱在法院 毛太子妃 我希望他的丰富 是吗 供应是 这个 许臣 这 是 我 我 皇室的儿媳 都不容易 皇族家务你不懂 皇子们 当然也会犯错误 可皇子是陛下血脉 不能轻动 而皇子的妻子 只要对皇室的和睦有利 只要能使天下安稳 随时都可以换的 太子妃 你说我好凉啊 皇后说 要把我废了 我做错太多了 太子妃哪有错 明明是那个梁王 她先闹事 还有那个盛楚令 她抗令 还有 还有那个新南公主 她居然跟侍卫有私情 对啊 他们错了 我做错什么了 阿娘 尝尝这三枣糕 确实比宫里的软糯得多 那是 这是王妃亲手做的 知道阿娘胃口不好 她是睡不着吃不下 每天烧香拜佛 就是希望阿娘的病能够早点好 说那么多好听的有什么用啊 这次还是没坏伤 是啊 心没用 阿娘 古人三年不明 一名惊人 而是三年不深 一生啊 准生个文武双全的大胖小子 你倒想得开 阿娘 王妃还跪着呢 快起来吧 跪 也跪不出一个皇孙来 谢阿娘 我问你 你是怎么搞的 怎能不站在兄长这边 这事 这不能全怪我啊 这 事发突然 我是不知如何应对 现在阿娘也说 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我就问了这么一句 你急什么 我能不急吗 阿娘 你没看到太子那眼神 就像看叛徒一样看我 我得赶紧 去上东宫 向他解释清楚 我从来都是最敬重这位兄长的 站住 现在我跟他说话他都不听 你去了会更糟 阿娘 他现在怀疑我 我又不能解释 那我该怎么办 日久见人心 别管太子怎么想 你往日怎么待他 现在还怎么做 外州官孝敬你的东西 一半都送到东宫去 神兽不打孝敛人 更何况 你是他亲弟弟 别说外州官孝敬的 就连王妃亲手做的 也一并送一半到东宫 还有 你离开长安 阿娘 你是要把儿竹出长安吗 阿娘怎么舍得 阿娘是让你出去散散心 太子足迹在身 难免会有些敏感 只要你多给他一些时间 他自然会想开的 阿娘还病着 儿竹出去散心 这不太好吧 殿下何不走一趟风天观 给皇后祈福 这是行孝 陛下听了也会高兴的 只要你有这份孝心 阿娘身体自然扛牵 行 儿竹走一趟 暂时离开长安 免得碍了太子的眼